在这一节里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些加了ResponseBody注解的这些请求 它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输出到我们的这个Response当中去的 好的,我这边仍旧是列出了一些大致的步骤 在我们看完之后呢,我再大家去一起看一下代码 首先在这边,我们的这个Response的处理 它完全就是在我的这个HandleAdapter的处理过程当中去完成的 也就是说在我调用完了具体的这个Controller的方法之后 它立即就会对我的这个返回的对象去做一个处理 而这个处理呢,是在我们的RequestMappingHandleAdapter的InworkHandleMethod当中去做的 那具体它会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结果的处理 带离到我们最后的RequestResponseBodyMethod的Processor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的这个处理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HandleReturnValue方法里面去完成的 那这边会一层层的嵌套,嵌套的比较深 那我这边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的,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DispatcherServlet当中 我们看到在这个DualDispatch的方法里面 我们看到这一步,它的HandleAdapter.Handle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 你就看UbstractHandleMethodAdapter 这里它有一个HandleInternal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 这个实现是在RequestMappingHandleAdapter当中的 我们进去之后会一路调用到这个InvokeHandleMethod 我们这个是顺着这个方法执行的顺序一路下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vokeHandleMethod 在这里它会继续处理这个请求 在处理请求之前呢 它会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ReturnValueHandlers 那这里其实是一个Handler的一个组合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ReturnValueHandler 那稍后我会做一个Debug来详细地看一下一个请求的走向 届时我们来看一下Spring这里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ReturnValueHandler 那一路往下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才是去做的真正的一个方法的执行 这里我会取得我真正的方法的一个返回值 就取得我的ReturnValue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它的这个ReturnValue去做一个Handlers的一个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Request Responsibility Method Processor 进到这边之后 我们会去尝试用我的Message Converters 去对我这个结果去做一个输出 OK 在这里我们整个进来之后 它会取得我整个的一个结果 我这个结果Value的Type 然后和它去了这个Generic之后的一个具体的Type 一路到下面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我们会获得这个方法 它具体的一个想要的类型 比方说我们想要的是Application JSON 那这里就会根据我的这些个Message Converter 一个一个再去做尝试 看它能不能处理这个类型 它能不能处理这个Media Type 也就是在做循环的时候 它会去做判断 它能不能处理我这个Value的Type 它能不能去处理我这个要的Media Type 这边如果它是一个Generic的 那就会用上面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就用下面这个 然后在取得了对应的一个Message的Converter之后 用这个Message的Converter去给我做一个Write 或者是在这边做一个Write 这样的话我就把我的这个结果输出到了我们的这个Response里面去 好的 这么看跳跃的有点抽象 让我选择用Debug一个请求的方式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以Debug的方式把这个启动起来 好的 然后我简单的去做一个Get请求 我们就Get我的一个Coffee OK 那这边已经进来了 那我们这边的Debug直接从我们的RequestMappingHandleAdapter的这个InvokeHandleMethod开始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调用的是我的GetByID的这么一个方法 我们继续 那在这里 它在处理这个请求之前呢 会去设置一下我这个InvokeableMethod的一个ReturnValueHandleLess 我之前有说过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ReturnValueHandleLess构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 Spring这里面呢 其实给我们注册了十几个对应的这些ReturnValue的处理器 那我们这里实际上要用的就是这个RequestResponseBodyMethodProcessor OK 让我们继续往下走 在我们到这一步的时候 它会去做一个方法的调用 走过来 OK 继续往下 进入这个方法 这一步它就会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调用 取得我的一个ReturnValue OK 它已经过来了 走到了我的GetByID 让我继续 好的 在我们取得了这个结果之后呢 就到了这一步它的ReturnValue的一个处理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它一步一步的直接就走到了我的RequestResponseBodyMethodProcessor里面的 那就在这个HandleReturnValue里面呢 它就会去做一个具体的Write的一个动作 我们进去之后 我把这个断点打在了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最后要的什么样的Media 好的 那这边我们取得的一个MediaType 我们来看一下 SelectedMediaType 这边就是要返回的是一个ApplicationJson Charset是UTF-8的一个MediaType 那在这里面经过了一系列的迭代之后 它最终会取得一个合适的一个Converter 那这里面我们取得的一个GenerateConverter 就是一个MappingJackson2HttpMessageConverter 那在这里面它就会去对我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处理 我们拿到了一个Body 那这个Body就是我的一个Coffee 然后Body不为空 我们在下面去做一步步的处理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输出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把我的这个Body 序列化成了一个JacksonJson的一个JsonTri 输出到了我的这个Response当中去 这也就是最后我这边能看到的一个Json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ResponseBody的 一个请求的一个处理过程 那上一节和这一节 我们都讲解了整个的一个视图的一个处理 那这里还在讲一个特殊的一个视图 那就是我们的重定向的视图 在Spring MVC当中呢它有两个不一样的重定向 一个是使用的Redactor的一个前缀 另一个呢使用的是Forward的一个前缀 Redactor的话就相当于做了一个HTTP的302的一个跳转 这个跳转呢可以认为是一个客户端发起的一个重定向的跳转 而Forward的这个跳转呢是在服务端发起的 使用了Forward你会看到我浏览器上的这个UI并没有发生一个变化 而使用Redactor的话就会发现浏览器的UI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这边需要做明的是使用Redactor的话 你会丢失Request当中的一些信息 你是无法在这边取到上一个Request的那些信息的 当然Spring MVC当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来帮助你做这么一个处理 不过我并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些方式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在实际生产部署当中呢 我们是以机群化的方式来部署的 你的Redactor之后你的请求未必会落到同一台服务器上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认为我们的Redactor 这边会丢失上一个请求的这些Request的信息 OK那这里呢我把这两个重定向的东西 留给大家自行去网上搜索一下 它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也会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演示这个重定向 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试图解析的原理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说明 在下一节里面 我们会来看一下Spring MVC当中的一些常用的试图 非常感谢大家